接着就回到佛山 就是他们 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时三四十岁 他们能够消费这么高端 他们全部是在搞创投 全部是在搞创投 创投来说他们是 他们肯定是要什么 肯定是要生活较为好一些 对不对 也都是对生活有要求 你刚才说的是我们那个深圳湾一号 为什么能够去到 二十万一方 二十八万一方 而他的面积来说 大家朋友不会 他们没有八十方 没有五十方的公寓 或者没有那些住宅 他们全部是二百方和四百方 大家明白了国内人的生活 两千尺至四千尺 他的楼价来说 大约是四千五百万人民币 到九千万人民币 就是刚才我们子弹隔离的深圳湾一号 John 四千万是起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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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重新要踏入深圳 就要面对我们看下要用那个思维去看深圳人的生活 而他们能够产生 我们以前就说国内人有钱就说那些非法 但是你要看到现在深圳湾 他们这么多科研人才 这么多创头 这么多独角兽 这么多巨企 其实他们那种财富是在这个智慧里面出来的 对吧 他一上市已经是说了几亿了 未上市都几亿 全部是拿现金去买楼 这班人是没有做案揭的 很多时候我们见到很多远房亲戚的邻居 那个不知道跟了小鹏去研究那个电池 然后就几千万去买一个住宅 那你又不可以这么说的 一个typical的例子 我们说是为什么我们香港朋友 为什么说我们很多聪明的人 为什么说要去前海 为什么要上去国内 不是上去买楼 他们看到上面很多 很多漂亮的东西 很多东西可以拿 又或者我有些朋友 香港的创头环境 其实真的跟大陆是偏倦地别 香港有些什么想法 但是政府没有什么支持的 你全部都是靠自己 连租各方面的支持都不够 但是你回到大陆不同 你可能有免租金 政府又帮你开拓 甚至在科学院里面有政府部门 跟你开拓市场 你又可以贷款 贷款又容易 还可以跟你搞一些 那些什么 所以是两个世界来的 完全是 所以你看到呢 我为什么说呢 我们这么想上去国内 或者想去了解国内 其实是基于是什么呢 基于利 利是什么呢 公司可以在那里拿到一些利 或者大的市场 或者可能会有大的市场 而一些我们的人才上去 为什么上面有配套 亦都会有配套 亦都会有环境 就算你是怎样聪明 你没有环境 你一只工 你怎样可以 可能咖啡室就是环境 咖啡室就是配套 你旁边研究完 清华大学那些 可能大家研究一研究 我有些想法 走出来 我不是一定要偷你 不要说做伤 大家互动聪明 大家互动去做一些 我们叫共创的 就是加成的作用 可以有一种 就是在环境里面 令到你 每天都丰富了 不用那么吃力 不要想错了 去copy别人的东西 我们是去创造 互相互动 互相激励 我见到你有个科学的成就 我这里要快马加鞭 我又要继续去 跟读书一样 是不是呀 你班里面 个个都懒懒散散的 你没有心思读书 个个都说 你拼得尽的 你没理由落后的 所以我们见到 有产业 有成就 有资源 那就造就了财富了 John 财富就是因为 在那个 我们叫做 产业GDP增长 领致到反映在房地产 房地产就是为什么 我们见到深圳湾一号 能够做到 真是整个深圳的标杆 这个不是泡沫 这个真是实际的市场 因为为什么呢 每一个初创企业的老板 可能他真的要住好些 我住舒服些 我要跟 跟马化腾一起住 我要跟马云一起住 深圳湾一号 他买不出奇的嘛 有实质的需求 而在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看一些 我们香港做房地产的 John 你知道的 对对对对对 房地产的基础是什么呢 基础就是 勿以汉为贵 如果是所有人都需要 那个资产 那种资源的话 我先去拿了 我后期就享受 那种 资产新值 那你在哪里享受呢 当然是在 深圳湾那些地方 那么多江 那么多浪的 那么多财富的地方 涌入去的 别人一定是 会是 会是 拿那些资产的 不过深圳湾 老实说 真的买不起的了 我都买 真的我都 看门轻炭的了 就算很多朋友上去 你说深圳湾 4,500万 买一个 2000尺的住宅呢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 香港朋友 是接受不了的 就是说 如果我们投资 其实就是找一些 稀有资源 是的 那什么叫稀有资源呢 如果在 房地产里面来说 可能就是一些 会怎么说 可能地方 一个个个都这么大 就是 深圳湾 就是深圳湾 那么大 但是如果你 当你进去的人 增加了的时候 那就会 形成了 就是 求过于工 那就会变成稀有资源 嗯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来说 我们看回来说 我们这次 都是带一些 我们叫做 现象 我们为什么 深圳湾那么贵 真的没有人买呀 或者国内的房地产 会不会是 真是什么 真是 死了呀 会不会 就是越来越跌 现在是防空 会不会令到 我们看到 有很多地方 都跌了很多 房地产 会不会是 这个是一个 全国性的 一个 问题 还是是地区性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 所以呢 我们看 我们 我们说 我们今次 都 就是 顺带 都带出了 其实我们要看回 就是 当地 真是 市场 市场 是不是 被政府 是压抑着 是有需求的 压着你 不让你升 深圳湾 我看到 是有 刚性的需求 有很多人 流入 为什么 这样呢 John 这个是十年里面 深圳的成长呢 增长人口是七百万 一年增长七十万 John 这七十万人口 不用住的 嗯 他们个个都是高端人士 个个有创投能力 有财富 那么他要住的话 那么 令到为什么深圳 能够 他有这么高速的增长 是基于是 他的经济 直接支撑着他的流行 一定要提到经济限 你的意思就是 现在进来的 进来的那班 是有能力的人 有能力的 就不是 就不是那些农民 就不是那些 民工 那些 反而可能现在进来 深圳湾 就是进来广东 这班 都可能是一些大学生 毕业 打算发展 这样的人来到深圳 就是谋求那个叫高 什么叫 高级的一个发展 就是可能你去到 去到 最低级的都是工程师 你现在享受工程师的人工 就不是 就不是看接工的 就是那些 电子的人工 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 一个地区的成长 一定要看他的教育 和科研成果 而他的造就了 还有科研成果之后 还有将这个科研成果 怎么去市场化 也都是怎么去 有大量的资金 去市场化 除了中国之外 就是去到环球 现在来说 就是 深圳出台 这个是 就将 前海 增容8倍 就是将这个 由前海 这个 这样的核心 12平方公里 一旦旦旦旦到 去 8倍以上的话 其实就是因为 方向正确 而 也都 全中国 会将 资源 以及 全10息人口 都会涌入这个地方里面 所以 在这个地区里面 我相信 如果香港朋友 如果是 有资金 有能力的话 去深圳外买 是首选 去深圳外买 首选 虽然现在是十几万一方 都是首选 都是便宜的 因为日后 所有的通胀 各方面 和所有的能力 他们真是说可能深圳外买过亿一间 现在是说是四千五万 以后 过亿一间 那是什么数字 有能力的 去深圳外 不需要担心现在的所谓的防空 实际 实际需求我们经常看市场 你不要看 不要我们天空上 说 说话 说给自己知道 哎呀 我要倒了 我要倒了 都没有意思的 说话 我先总 follow 我先中共在这边 找个人 我和我们的 卻 说话 一下 说话 你 诶 我们